我覺得其實我覺得對我來說這個職業 我能唱歌其實就是老天爺給的爽飯吃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如果能用自己的唱歌 然後又因為對我來說唱歌非常快樂 然後唱歌又可以能夠去幫助到更多人的時候 我覺得快樂加快樂更加快樂 這樣好像越穿越性感 麻雜線 對啊 練了很久 現在有目標要練到什麼要穿自己還是穿自己 其實倒也沒有啦 只是我覺得最近因為又夏天嘛即將入秋 然後就想說夏天的時候就是還是比較想要讓他穿得 就可以能夠練得更好一點 那秋天 對對對 因為也是為了11月14號的台北小巨蛋的演唱會 那這次的服裝因為會重新訂做 然後整個表演 然後我覺得最重要是在體力上面的一個加持 然後所以比較多的時間 有真的是在挑戰自己的體力 然後讓自己保持一個非常好的狀態 所以像運動量會很大嗎 運動的幾個小時 運動量有時候不一定 有時候是一天一個小時 有時候是兩個小時 不一定 嗯 那加完美麵跟網紅的話 身體真的完全不一樣嗎 你有覺得不一樣嗎 哈哈 我覺得是真的很幸運 就是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的歌 有被大家有聽到 然後我的歌能夠先被大家有做認可 我覺得對於歌手來說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對我來說也是一份肯定吧 然後能夠在《萌名歌王》這個舞台上 又很盡情地去展現自己 然後也像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有突破自己啦 因為以往就是表現都會比較唱情歌 就是比較溫暖的那種感覺比較多一點 可是這一次在這個舞台上就是非常戲劇性 然後也非常誇張 那我覺得它也給了我 這個 黑天鵝這個符號也給了我很多的靈感 所以像前陣子就是 犀利趴的時候 大犀利趴也有加入黑天鵝的元素 我覺得黑天鵝是我的分身 其實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很多面貌 所以我很願意把自己的更加有神秘 然後有爆發力的那一面 然後更盡情地展現在舞台上 所以11月14號台北小巨蛋 也會有黑天鵝的呈現 是韋國人是韋國人 你戲之間 有有有被 節目播出之後 有很多的歌迷 大家有越來越多關注 所以非常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大家的鼓勵 因為每一次看到大家 真的看到很多 大家都是來安慰我 然後也給我很多的鼓勵 就那一刻我覺得非常溫暖 小巨蛋秒山有覺得很意外嗎 還是其實不一樣之中 很意外 非常意外 我當天還在工作 所以我是在工作的時候 然後中途我才知道這個消息 然後因為一大早 我就知道就是早上開始要賣 然後就到中午的時候 就是賣完了 我真的蠻驚訝的 所以非常謝謝大家 我覺得這份鼓勵也讓我克服 因為上一次在台北小巨蛋 有甩下去的那個陰影 非常謝謝你們 這次要小心 其實有當天晚收的時候 其實有考慮有想 但是小巨蛋聽說還蠻難喬時間的 日期很難喬 我很希望可以加場 可是目前聽說好像 檔期 小巨蛋沒有檔期 不是我沒有檔期 是誰跟你搶 你問到嗎 沒有 誰跟你搶那個檔期 後面去看一下 吹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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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 既然 現在確定沒有加場 所以我會把 所有的心力 全部都放在11月14號 那會呈現一個 非常完美的一個 黑天鵝叮噹 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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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